开放入场量体温 经过劝导人不戴好口罩 该科直接零分 今年不开放家长陪考 但考生若没带证件 当节考试结束前 家长送到校门口还有救 依照送达时间评估是否违规 疫情过后 北车大厅是否开放席地而坐 台铁召开会议 考虑在大厅姑姑中下增加40张椅子 也打算拟定车站公共空间 使用办法评估让公民团体申请租借 中游宣布 7月桶装瓦斯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不调整 天然气价格则连续四个月调降 换算后每度大约调降0.45元 小家庭每个月可以节省20块